坚定的支持以色列 是讲给美国国内听的 到了纳太亚胡讲 你不要搞得太过头 你如果真的把这个 加萨走廊全部搞光的话 全世界都跟你为敌 我到时候也拦不住 我到约旦去跟约旦讲 你们不要反应过度 到埃及埃及也是这样讲 他是想把这个火 暂时厚煮 因为美国看得很清楚 他并不是靠这个兵力 去镇压叙利亚 或者是黎巴嫩 或者是埃及 因为这些国家 没有能力跟你对抗 也没有能力去跟以色列交战 但是美国这种偏单 跟以色列这种嚣张的作为的话 所有阿拉伯国家会 他们没有军队 但是有钱资助恐怖分子 你知道美国面临一个 什么大的问题 他说中国的着急 就是因为我花了20年时间 建军备战 通通是反恐怖 那自从阿富汗撤军以后 他想我现在要调整回来 正规兵力要跟你 中国大陆来一个竞争 现在如果这件事情 又引起了恐怖分子 在全世界泛滥成灾的话 因为太有可能了 俄国战争流出来的 美国装备不少 对不对 阿富汗流出来的美国装备不少 这些恐怖分子 可以到伦敦打个飞机 在美国打个飞机 在任何一个国家 所谓你G7里面 凡是支持以色列的国家 我给你搞恐怖活动 你看看美国是不是 整个建筑计划又要摆回去了 摆回去它就将来比不过 中国大陆军队的现代化 所以他看的局也蛮远的 这个仗绝对不能让纳丹亚胡 把巴勒斯坦屠村 人种种族绝灭了 他就希望你赶到那边南边就好了 你在北边肃清哈马仕吧 这个就是说大有限度的战争 那纳丹亚胡听不听呢 那就要当面 当面两个人要谈吧 当面谈 当面谈 以色列也跟他要100美金的援助 对不对 给还是不给 给还是不给 或者是支持的态度要不要转变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他们 所以头目跟头目相见 有些话是不会给媒体讲的 我们看这个趋势嘛 对不对 全世界的恐怖主义再起的时候 经济又完蛋了嘛 对不对 美国自己的建军备战 整个政策全部要改 请教一下这个亮哥了 到底这个现在呢 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即将要到以色列了 他跟纳丹亚胡谈了 那到底能谈出个什么来 比如说纳丹亚胡不是一直就说吗 一定要展开地面行动吗 那拜登叫得住他吗 我觉得拜登就是要纳丹亚胡做个承诺 就你达到什么程度你要退出 这个东西 比如说事实上周边人家已经看到400辆 那个太迪雄的推土机嘛 是啊是啊是啊 那个基本上是有 还有卫星显示加萨北部边境有大约400辆车辆机 因为那个是有装甲 它是可以扫雷的 所以讲白了就是要把建物推翻 就炸完了之后要把铲瓶 那如果找到了地道的入口就把它封掉 大概以色列大概就是要做这件事 所以说距离边境10公里内 以色列就准备为地面入侵行动 他会先炸他会先空袭 那可是我跟你讲 因为很多人是走不掉 因为目前 那走不掉他还敢出洞还敢炸吗 你看所以你就不适合战争嘛 谁适合战争 我跟你讲 现在撤离了60万了 那50万很多是走不掉的 是老人嘛 孕妇嘛 小孩嘛 这个加萨地区本来 那个18岁以下的 那个年轻人就占一半 那有一些是 精壮的家长都死掉了 或者逃离 来不及 带走 很多原因还有医院里面的病人 那这一些 以色列 我觉得拜登大概就是要跟他警告了 说你到底要怎么实施了 那拜登当然心里有数嘛 因为他曾经都在外交委员会 他也知道这样大概要死多少人 所以我认为 刚刚帅家军讲的我是完全同意 他就是来要了跟纳坦雅要底线的 他说你如果不给我一个承诺 那我一百亿美元我就暂缓 我航母搞不好开走一艘 之类的 他会给他一点压力 那纳坦雅可是这里就 纳坦雅胡也是知道时间对他不利 因为拖越久 国际舆论给拜登的压力更大 现在他压力就很大 对因为会会死人嘛 而且恐怖主义就在上阳中嘛 今天布鲁赛尔不是两个瑞典人被打死 对啊 对不对 那这个会漫开的 因为我算一算各国啦 比如说法国 法国穆斯林840万 德国350万 英国也有300万 那你再去看什么比利时啊 荷兰啊 一大堆啊 这个欧洲的穆斯林 我看超过1500万人 对啊 然后法国跟德国现在都说 你们不准为巴勒斯坦声援 这种抗议活动不准 他立刻驱逐 是 你现在只要表态挺巴勒斯坦 然后 那个同情哈马斯的 法国现在是立即驱逐 是 因为他帮你闹事 是 那美国的穆斯林 大概也有350万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伙子要一起来啊 你真的不知道哪里会出事啊 尤其美国这么容易拿到枪 你真的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啊 是啊 所以这个等于有点跟时间赛跑 所以拜登大概就是要跟纳坦雅虎讲 不然他怎么会急成这样 为什么18号就要去 不是要跟这个一带一路峰会来个车屁加 这个当然不是啊 是他跟时间赛跑 因为他知道这个国际舆论对他不利了 所以他就要纳坦雅虎拿出决心 你告诉我 那他应该今天就去啊 为什么要拖到18号 人家年纪大嘛 你怎么这样 空军一号专机飞很快 不我跟你讲也有安全的问题 安全 为了安全问题 我跟你讲啊 我看了一个纽约时报就直接讲 说拜登面对了 physical and political risk 对 是有physical risk啊 这不是开玩笑的 你怎么知道你不会被打下来 好来 那我就问大老师 他如果为了安全问题 拜登为什么要先预告呢 那这不是更不安全吗 所以18号是不是会去 还不一定啦 那也就是因为 之前的宣布都不说日期 后来突然间说日期 他可能会先绕到航母上面 对 哪一天他又改变了 这个都不确定 那当然我 两艘航空母舰还不能护航总统 那很丢脸 那你要看他们对于 这个火箭弹的拦截 因为至少在这段时间内 在这段时间内 耶路撒冷也好 特拉维耶夫也好 还是被打了100多枚的导弹 的火箭弹 那没有拦截成功 所以我想也就是说 哈马斯本身的这些火箭弹 它的移动速度快 不容易被发现 发射完了以后立刻就走 得这样的一个机动性 那么使这个以色列在防止方面 确实产生困难 所以其实拜登是说 你们看我都已经冒着 生命的危险来以色列了 你们还要怎样 还要怪我吗 是这样子 然后那现在呢 那他能够hold得住以色列吗 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我觉得不容易 不容易 他不容易能够把以色列控制得住 但是我觉得 现在以色列的调性有点走 那应该朝两个方向 一个是明的 一个是暗的 明的 我看到他们的发言人 以色列国防部的发言人 今天接受CNN的访问的时候 他就谈到了 因为大家在问说 你们会不会是因为拜登 要来以色列 所以你们推迟地面战 那他都回答说不是 他说不是 他都回答说不是 撑不给拜登面子 然后大家问说 那你为什么不打进去 因为之前说是天后的关系嘛 但现在天后关系已经排除了 为什么不打 那他的讲法是说 他们要确保 不要伤到平民百姓 讲法转变了 因为第一时间的时候 是以色列的国防部部长说 士兵的开枪不用限制 不用经过再三的检测 你就直接可以开枪 那就是无差别的设计 可是你看现在 发言人的讲话改变了 但是问题就在于 他们的军事指挥官 接受这个问的时候 就讲又不一样了 因为大家已经在问了 就是说 消灭哈马斯是这一次的 战争目标 但是大家在问的是 消灭之后的 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 怎么安排 这个才是一个问题嘛 那他说我们没有意识占领 可是以色列的军方 说还在各种方案都有考虑 所以没有把话说死 好 扶持一个傀儡政权有可能 我觉得 以色列可能会拜托拜登施压埃及 让他们去西奈半岛 因为美国对埃及还是使得上力 他需要钱 因为他只有西奈半岛人去 你说移民还是避难 就是纳米营 避难 至少先避开这阵子战争 避开以后以色列把它产品重建 那就以色列很搬进去 这部分不会谈 这部分不会谈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 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